安安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秘密組織 那事實上 世界上有很多的秘密組織 那當然 就不羅列了 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開玩笑的 知道就知道 或者是想不知道的人就不知道 這種東西秘密組織 那世界上秘密組織本來很多 社團啊公開秘密 那是拒絕你個人 你說你一個人 天下無敵大無敵 組織也可以 隨便你怎麼去取都可以 那事實上秘密組織它主要的屬性 公開的屬性有點不太一樣 那事實上 目前有很多組織也都是有秘密的跟公開的 看是很公開實在很秘密 看是很秘密實在很公開 這本來就是 中央組織看是很秘密實在很公開 大家就是幾乎很可愛 看是很公開 我們全部人都知道 這實在很秘密 卻深不見 那組織來講 事實上有人說 公司好號是不是組織 是啊 所以你說你一天公司好號 也算是一個組織 某某神秘大組織 是可以 是可以 那我們今天只是客觀來講一些組織 社會來講就是有秘密組織 大家會覺得有秘密就覺得很特別 又是不公開的這種情況 有人團體聚會 知道不算組織也算 很多人來講就是一個point的點 事實上組織來講 我們今天定義他的組織定位 或組織的一個點 組織事實上很多人會覺得一個點 很多人一個點就是說 組織如何強大 或組織如何運用回我 這個都是一個 我覺得都是一個蠻關鍵的point 我覺得都是一個蠻關鍵的point 那事實上 對組織的來說 對組織來說 我們很多的一個 很多的一個 我們講的一個點 很多的一個情況 的一個部分 組織來講他都會有很多的一個 有很多是法條 規矩 然後來講 事實上來講 組織 組織秘密組織 讓人家一種比較迷惑 應該說迷茫 或迷惑的一個點是什麼 這個來講 你怎麼去 怎麼去加入 事實上來講 越秘密的組織 或越不公開的組織 它有一個特性 事實上都是 以認識的人 傳認識的人 絕對不是公開報名 然後統一招生 全部人到那邊集合 統一招 因為組織 一般來就是 額外的招生 認識的 一般來講都是這樣 因為 私人的聚會 越有價值的一個屬性 一般來越秘密組織都是這樣 這是一個認識中的認識 那這樣不是很容易形成一個 派別 派系 是沒有錯 所以事實上可想而知 本來一個組織裡面 就會有更多的分門別類 小團體 團體中的小團體 有很多的小團體 這個是可以去思考的一點 事實上 對整個的一種組織 密密組織 或者整個組織形式來講 很多人會覺得說 會有思考到一個點 那這樣的一個組織 這樣的一個慾望 你會覺得說 就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組織行業 就好不去舉例 我們在節目上有提過 極權主義國家最忌諱是什麼? 動員能力 他不管你怎麼亂跑步 但是他人家組織動員能力 組織動員能力 組織空有組織沒有用 動員 是重點動員 所以事實上來講 我們舉例 像台灣好幾次的那一種遊行 老實講 最後會讓人家覺得有點 側目結舌 實在有什麼? 動員 他無形中要動員幾十萬個人 幾十萬的人 包圓了那個 警服門 凱南大島 幾十萬的人 很恐怖耶 幾十萬的人 全台灣也才兩千三百萬 隨便就動員幾個人 就動員幾十萬個人 事實上是很恐怖的 北中南大人 大串聯 事實上組織動員能力 才是一般 所忌憚的 你組織動員能力 那事實上你手無寸鐵 那叫什麼? 一般的平民 但如果每個人拿起棍棒 那叫什麼? 十幾萬的爆米 如果每個人拿起 這個所謂的一個刀屑 那十幾萬的什麼? 士兵 如果十幾萬 十四幾萬 大家是自己研發DIY的武器 那就是有點類似 半遊擊隊的屬性 那事實上是影響是蠻大的 所以事實上來講 組織動員能力 他事實上是最盡控 也是最不允許的 那事實上祖師來講 秘密祖師來講 口味有些人 我想成立什麼社團 成立什麼組織 有人成立的初衷 什麼好玩 興趣的一個過程 那事實上目前 這世界上的一個組織 當然很多 當然什麼 很多的一個組織 我們這邊不去 不去特地去襯那些組織的名聲 事實上很多人在想說 邪惡、世界、控制、 衹魔、奶嘴 大家可能就可想了之後 可能要講的是哪些組織 那這些組織來講 事實上 很大的一個點子 你是看得到 聽得到 他也不認為他會影響很大 這就是秘密組織有時候可怕的地方 就是秘密已經跟你講那麼多 但你確實要視而不見 這是最恐怖的地方 我覺得這才是真的秘密組織的一個點 我就跟你講這是秘密 但你卻不怕當一個事 這才會表明 這樣的部分 這樣的秘密組織 就算你被禮發覺 你不會怎麼樣 因為你認為那是個秘密 你認為那是一個 有可能是假的東西 你不認為它是真的 這種東西就跟宗教說一樣 如果我今天這個東西是假的 你就不會去care它 那你就不會有 會不會被騙的問題 但如果你認為它是真的 那事實上來講 你最後被騙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為什麼 因為你認為它是真的 這個一來一往中 它就會有一種 一種這樣的一個情況 產生 那事實上 對整個的一種 秘密的一個部分 對我覺得秘密組織的一個部分來講 事實上 對很多人那麼覺得說 秘密組織 它參與了很多的一個事情 參與了很多的一個過程 參與了很多的一個情況 秘密組織 那事實上來講 就是說 很多人都說 哎呀那我也成了一個社團 秘密社團 可不可以 是啊 事實上來講 一般來講 最通用的組織就是公司行好 舉例 你這個公司行好 是不是一個大家沒有辦法進入的 那事實上控制行好 再組織 再改裝一下有沒有 可是你說有些員工不是沒關係 那你就分成別類嘛 設權限嘛 這些人的權限 就可以進到旅行 進到我們的總部大佬這些人 不行 那人進到總部大佬 就是我們真意情 那總部大佬你沒有分樓層 可以進到最高樓層的人 跟進到最低樓層的人 他的情侶不一樣 這樣最高樓層的人 還有可以進入到另外一個 跟私人聚會的一個組織 這樣是不是一個點 就是一直跌跌跌跌上去 這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部分 這個事實上 那也就是秘密組織他的一個點 就是一直越往上 他越怎樣 越不公開 就算公開 你也無法虧之夜 就算你虧之夜 你也沒有辦法去求著 因為你不是當私人 我覺得這才是秘密組織 他跟著秘密的地方 那很多整個組織越大 很多人就會 很多個人的一些 一些點 然後很多的一個情況 那怎麼樣去讓這個組織 一般來講 組織讓組織更強大的茁壯 很多人就會去思考 那我客人是不是可以做什麼問題 我是不是可以做什麼樣的情況 我是不是可以做什麼樣的一個點 都會這樣思考 是沒有錯 可是事實上 我覺得組織很大的一個情供 我覺得事實上應該來講 就是說 組織來講 我覺得它是一個動員性的 那很多人來講說 那公司好像有不更動員性 那是因為老闆付錢 沒有錯 沒有錯 那如果說老闆今天來講 各位不付錢你們來加班 那什麼動員 是啊 動員啊 我今天拗你來加班 算是動員 也算動員 所以 他就敗我了 他就是組織動員 可是他公司好像跟組織 他有一點很大的不一樣 我覺得是一個蠻大的不一樣 組織他有一種一定的 一定的一個 隨機型 我覺得他是有一定的隨機型 他因為你今天勞氣盒 我今天你來加班 那你說組織不行 你交了我組織 你不走我幫你斷斷腳 是不是 是沒有錯 可是他的這個條約 並不是一個一定就是一個 你沒有達到 你就要判刑 你要關幾天機遇法格 沒有 他就是一個很隨機 不行我把你剁掉 你這不行 你組織離開沒有差 所以他又是包含了一種隨機型 一種不確定型 一種可能是確定 但是又有一定的一個特權性 所以事實上組織來講 我覺得很多組織 事實上我們在看 例如在看一些秘密組織 事實上應該還講說 你今天這個組織 他要表達一個點是什麼 我覺得是這個點 我覺得我不是在於 組織的問題 而是組織的精髓 他核心要做的東西 你知不知道 他核心的東西 那你參與要多少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重點 譬如說今天這個組織 他有幾十萬 有幾十萬幾百萬人 但是你在裡面 你只是幾兩萬人 但是你如果可以知道 這個組織真正要表達一個信仰 他的中心 他的絕對的目標 絕對的動機 那事實上你就可以怎樣 你就可以跟這個組織是一種並行的 我覺得這個事實上是一個點 可是如果你這樣組織的一個章法 這種東西 可以跟我跟你講嗎 違逼 真的是違逼 因為這種東西是切成到組織的章程 但是組織的精神 組織的動作 我們今天跟我們成績的組織 沒有啊 當時就大家聚在一起 他說組織有沒有什麼方向 沒有啊 然後什麼方向 他就這樣 人組織做 個人組織不做 就這樣一個點 可是事實上組織 如果說這樣的一個組織 他切得到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蠻明確的過程 就是說 組織的一個動員 張力 組織的一個行動 滲透張力 組織的一個什麼 滲透張力 我覺得這個是切成到你問題 就是說 你會不會為了這個組織 而去做一些讓你危險的東西 我覺得這是一個點 那你說這個組織它是什麼 它是付錢還是沒有付錢 秘密組織是沒有付錢 就相等的對價關係 可是有時候組織在這樣 他可能不見得給你有錢 但是你可以享受到這種所謂的 秘密感啊 神秘感啊 這都是一個點沒有錯 那你說這樣的組織在想 那你說OK 那今天繞成這樣 這個組織要表達是一個點 秘密組織帶來什麼點 秘密組織不能講還是能講還是什麼 一個點是什麼 我覺得秘密組織的一個很大的點 就是說 我這個秘密組織的一個主要的核心 就是說 我不想讓你知道我在做什麼 我不想讓你知道我真正的動機是誰 我不想讓你知道我真正的原因 我覺得這個神秘密組織 它可以有很多的面向去承認 可是事實上你不會知道它真正的東西 就是決定 人是最底層 第10層 100層 1000層 100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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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層 你怎麼知道最上一層的 上來上去 永遠有數管的20套 所以你永遠只是你那一層就知道 對你來講那一層的秘密就是你最大秘密 但你不會知道 因為你知道更大你就可以往上一層 你不會知道 所以老實說秘密組織 你跟秘密組織最大的頻率 不是說你在哪一層 而是你可不可以知道它真正 它一開始要有動機是誰的 這個組織來講 它只是一個 例如說是一個政治上的 一個外交上 或是一個形式上的 或是一個利益上的 它有一定的判斷 沒有錯 你可以跟他 那你就可以跟他 沒有錯 或者說這個組織是一個全能全資的 一個 這個點有沒有 有沒有可能 也可以 但是問題就是說 在於這個組織的屬性 並未目標 你能不能知道 格局 一般這是有難度 為什麼 一般的組織來講 一般它是由內部傳 你到一個階段 我就跟你講 為什麼 因為他不可以講 因為他也不知道跟你講 跟上面去盤骨 你可以的 把你LINE上 LINE要上一層 一直往上拉這個情況 但如果你是一個 你已經知道這個目標 你可以再上 那你GID可以 可是你 我例如說 一般這種所有的認知 跨界的東西 不見得是那麼容易去有辦法知道的 因為這個牽涉到一個組織上的一個章程 對不對 他不是舉例嗎 那很多人 為什麼有些人 為什麼可以就是說 可以比較清楚的知道組織的章程 這可能跟他的會 可能有很大的關係 或他可能的獨立思考能力 他可以判斷很多的一個 得到一個很好的一個 魔術的一個 模型架構 所以他很快可以獨立思考 這是沒有問題 但是事實上 並不是全部的人 都有辦法有這樣的一個能力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實際的過程 所以等於所有一些會覺得 你如果沒有辦法知道 你有可能被他戀載 是沒有錯 宗教部份組織 他是不是組織 那你不知道他正在想什麼 那你就被他戀載 是沒有錯 所以來自在想 就會變成說組織的部分 那一種是對內 就是剛剛這個 有點對外 我們意思是對外戀載 而會是對外戀載 對外戀載是什麼 像詐騙 詐騙靈感說 我們團隊搞自己團隊 被買了 不可能 除非是要幹嘛 否則這場是對外的 所以來講就是說 詐騙是最明顯的 對外的一個點 沒有合理 所以事實上可以看得出來 組織的一個架構 秘密組織的架構 它有分很多的層面 但是我們要簡單來講說 它可能是一種利益的部分 可以理解 一種所謂的公益的部分 例如像獅子會 扶輪費 統計會 這都是一個 比較是一種商業型的 大家可以理解 大家也可以去認同 那你有一種比較秘密的 那就感覺是 大家都秘密 可是大家好像也知道 團隊好像也不深 那有一種是絕對秘密的秘密 根本壓根就不存在 他們在幹嘛 那這個組織的沒有存在不知道 這是你壓根不知道的這個東西 所以這延伸出來的秘密 你根本不會再來 你就算聽過 你也覺得這是一個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的認知太遙遠了 所以理解秘密組織的很大一個點 你要你這個人很頻密 跟他的解說 跟他的認知 知道他的信仰是什麼東西 那你就可以去 比較理解 知道這個秘密組織 他真正的一個和氣精神 他拓展出來的東西 你就比較能理解 那事實上推論 想到這裡 有些觀眾就開始說 有些觀眾就開始 腦筋比較快了 就會發現 那這樣的話呢 秘密組織 有可能是在秘密之上 這是什麼 動機跟目的 他是有動機跟目的 而秘密只是為了讓這個東西 順的來 去執行 不要得到太多乾隆 而讓這個動機跟目的 動機可以 讓人家盡量不要 引起太大的利益 去地盤 目的才可以達到 你不要嚴守 是不是 事沒有原理 所以等於是說 事實上 很多人都想說 秘密組織 什麼秘密組織 事實上 好像也寫一證明資料 他的說版的 他要去做一件 你不想讓你知道的東西 或當下去就會引起 所以他會盡量去自己 所以這次祕密組織的事實上 人們會覺得事實上都在循環是很多人 因為見光是不適合的 所以等於是說 每一個組織都會在髒髮、起點、想法、動機 那你能不能去在這個組織的時候 你可以知道真正的想法 真正的看法 知道這個組織真正的目的屬性 一開始地露一個動機 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比較 但後面的話可能就跳脫了一個劇組 就每個人的野蠻生長 這個是不在初期 我就在初期的講 事實上是可以很多的一個訊息 很多的一個訊息 事實上是個不對 我這個組織的組織是這樣 我這個組織是怎樣 就是你有很不確的一個問題 事實上我們今天講真正的意義組織 你說這樣我會沒有要參加主織 這有什麼好高生意的這種情況 或我說我今天是誰 就每個人會覺得每個人認識不一樣 是沒錯 但今天這一集只是覺得 在初期的秘密組織來講 去做一個 分享很好的 就覺得秘密組織是一個神秘的低調 事實上神秘跟低調很謙虛 秘密組織是一般的低調 為什麼 因為老實講 就是秘密嘛 旁邊人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別人的情況下 最好是保存在這裏 這是最好的 跟毫無決議來講 所以等於是說 在整個一種 很多人在探討的裡面 都會想說 那個什麼 都會有什麼邪惡的計畫 事實上這或許是真的 但是有沒有可能 更高更高更高的想法是怎樣 是沒有跟你講的 這個事實上是一個 蠻大的一個情況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大的情況 那事實上 我們對很多的一個 社會的一個 秘密啊 很多的一個 秘密啊 秘密啊 事實上有很多 都包含了一種八塊的狀況 可是你也不能說這樣 是不是很醜 那這可能就是一個 社會的一種自然的演化 這個很正常 對啦 我們現在秘密集會 秘密聚餐 秘密幹嘛 秘密宇加瑞雲 我們要讓別人知道 這個都是我包含了一種 這本身是秘密 只是我們在講說 秘密組織的部分 我是已經扭入加強 秘密組織的部分 秘密組織的部分來講 事實上 它很多的一個過程 事實上 它事實上是有一個 你也可以說是規律的 或者你也很多的一個 很多執行的一個系統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蠻 蠻值得思考分析式的地方 為什麼會這樣講 我覺得為什麼會這樣講 有一個 為什麼會這樣講 我覺得 有一點我覺得 是一個比較 比較可以做的階級 例如 今天下車有一個遊艇 遊艇到出去出海外 那這個活動 你就是撒謎咪還是不秘 你就是撒謎咪 為什麼會 你海警嗎 海警手把他過來 啤啤 來來來來 可以檢查 檢查 判證件 那還有一種 不是被海警示 你比較招咬 你比較故意來講 來給你捧死 來來來來 拿出你的孝敬費 來來來 都是正常 所以你本身 你這種東西為了一個 屬性目的性 你會變成什麼秘密 這可以理解 那你不秘密的話 秘密來保護你的安全隱私 這是一個情況 秘密 那如果你說 所以 如果不秘密 就想別人就可以拿一個放大鏡 每個人都會看一下 所以秘密 秘密是很大的 思想是一個 有一種 排他性 不想要招牌 所以秘密 就是秘密 可是這切換到一個點秘密 真的很容易嗎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情況 如果秘密 秘密很多話 那可以的 就不成功 這個是有可能 但如果大部分來講 不是那麼大的秘密 就是一種隨機的 可能是有這樣的什麼點 或什麼樣的點 是不是 4名 所以等於是說 在整個一種 組織 秘密的一個部分 秘密組織的部分 事實上今天講的這些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情況 事實上很多的一個組織 他事實上 在很多的一個運行商 他事實上是 不是那麼的秘密 不是那麼的沒有秘密 這個取決到 這個組織在運變的一個情況 和一個閃電的一個情況 我覺得是一個變化的情況 不能用那麼絕對的 對 所以如果你今天來講 就是說 我今天是一個秘密組織 或者是怎樣 普通 那我今天是一個龐大很專業 但是也是科研 沒有錯也是可以的 對 所以等於是說 應該來講就是說 就是說很多人來講 舉例好像很多人在 例如說 發生到一半 有一個緊急的桌子隱身 很多人就在外面聊天 那這一區的 絕對不是外人 一群人 一群 一群 時間地點 還有那個 人員 的人事務 他事實上都對的時候 他就會去聊天 那這幾條天 有外人來走 他們會不會 大家看來理念 為什麼 因為要支持他們的目的 多多時間 秘密室的事情 是不是 是沒有錯 所以等於是說 應該來講 秘密有一個問題 我願意難過 我願意怎樣 在這個裡面的朋友 雖然我會不會認同 但是實際上 我要難過 我才能成為這個秘密 訊息的音樂 這個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 比較沒有錯的問題 那事實上有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蠻值得顯示的一個情況 我記得 我覺得 我覺得蠻值得顯示 但我們很多的一個 秘密的一個過程 秘密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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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地址又是怎樣 又不管他人文 這都是可以的一個情況 或許有的人是單一難中 兩個都可以 可是事實上你仔細看在這裡 你會發現 秘密組織他很大的一個部分是什麼 秘密組織很大的一個部分是 很大的一部分是 組織的一種動員號召的影響 為什麼 舉個例子 今天如果一個引流 漏斗型的一個引流 KOL 他把粉絲給滴到他的私人流域 公域變私域的引擎 所以算不算結束到一個秘密的秘密 私域是算的 可是這個秘密組織是 我是該願被秘密還是我不該願被秘密 那如果說你今天我有錢跟秘密 算了我該願被秘密 那如果沒有 你這個不行沒有什麼好處 甚至還要去當地狗家 非常不必要 這是一個比較不安逸 但事實上秘密來講就是一個 你就是要完成的 或是你自己的 但是九點四都變成一個小幫手 就是一個小幫手 反正你就最麻煩的暴弄一下嘛對不對 可是你如果不用的話讓他自己用 可能讓他自己用 然後變成大了一個一點 所以事實上我們要講 比如說秘密組織來講 事實上他的秘密可能也並不是說一定就是這樣 一定就是這樣 不會秘密 他可能也是一種形式上相對上邏輯上的一種秘密 我覺得這個可能才是我覺得 我們對很多的秘密組織 我覺得應該用一種比較正面的心態去看待他 不是說秘密組織就是邪惡 也不是說喊喊 不是他很大問題 他不想要去見光 造成如果有困擾 他不想要你的心 Anyway 所以這個事實上台灣人講的事實上 很多秘密組織是這樣實際上一個隱形 就是說秘密組織 然後在幾個人吃個飯 哇天啊 對不對 一來一去 前來一去 白來一去 就禁了 所以你們有人說我想要 但是你要 這一樣 秘密組織 我們剛剛一談講 你要拉進這個程度 人家願意拉你 沒有什麼拉力 人家怕拉力進來都是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東西來講 如果具有問題的話 主要加入這個秘密組織 實際上的搜紋 是比較可以 為什麼 因為免得是讓你操作 免得是不想吃 本身的一個秘密 我覺得這是有點 舉例以往下很多的一個 長輩 加入的組織來講 事實上他應該是 他就覺得是 不知道是朋友應該怎樣 但是到後期不如於他 甚至有點造成他不變 這些長輩很多這樣 會去攻擊這個秘密組織 最近他就不是秘密了 因為是有格的 所以可以呼應到說 為什麼秘密組織 他對的 他都是什麼 他都是從大家來講 那調學生 或是時候調對 英文之類的 因為事實上他就是 有一點是用篩選機制 我用篩選 然後得到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比較 對秘密的秘密 秘密組織來關掉 我覺得比較一個 就是比較一個 一個說明的一個教理 事實上還講就是說 秘密組織來講 社會來講 不管你指控界 都會有組織 而這個組織來講 他是不是足以的 影響到全政府 這個事實上 才是政黨他們所在問 事實上 其實很多國家都在做這種東西 當你覺得他這國家的一個 這個 這個軍隊有沒有 他已經有點半國家化的時候 軍隊 那事實上 往往支持的一個 所謂的 這個秘密組織的部分 他有可能是已經做到了一個 有可能是前面有可能 但是不會看來只有 很多 因為代表就是說 事實上這個秘密組織的部分 他事實上已經被控制了 好比如說現在來講 就是說有些的 他的樣子 那個包包的部分 他可能就會怎樣 可能就會有不同的組織 出的調整 所以事實上有些東西 你也不講 他漸漸比較難去從他周圍去了解整個組織的情況 你去從他真實的情況 他批發的聲音就很多了 那如果你要看幕組織要更慘 所以罪名其實是 拿一個電腦球槍 讓他來算 最OK的 可是這樣不見得很多人都很接受 就是說你只是搬磚而已 那國是以發手心量力的 是可是他在意就是 他可以幫你間接 了解 分享很多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事實上 也就是任務組織的一個 Point 所以事實上還會有很多的任 他加入了團的命運組織 事實上 當時加入的魚是什麼 不是很平均 加入團就是一個 對 他加入眾人 眾人是這樣的一個活動 他可以讓自己的一個 比如說一個成員 或這個一個部分來講 或是一個比較好的情況 所以事實上來講 我們要給他就是說 命運組織 他一直都是一個 在這個社會 中國漫長極限的文化中 不把所有的花槍 這都是存在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過程 這樣的一個情況中 它所造成演出出來的一個點 我覺得它造成演出出來的一個點 我覺得它算是一個值得去思考和深思的點 因為畢竟我們要講說 畢竟這種所謂的祕密組織 祕密組織的部分來講 它事實上對整個的一種社會 最後很多人的社會體驗影響大不大很難講 有些影響很大就舉例 例如說舉例 你今天如果身上的主持織 都是一些比較沒有那麼的 那你就一般的 那如果身上的主持織都是有趣有識的 有影響力的 那又會有辦法做 但那個主持在講 主持有的人說沒有辦法做 那個主持在講全部的人都會游泳 可是我們就要去爬山 沒有關係 對對沒有關係 就是祕密組織在講 他要不要去游泳化山 這取決於他 取決於他 但是如果說這個祕密組織是一個 為了要游泳 要後面的一個潛水大隊 搞一個游泳 全部都是現游泳 那他就覺得 這個祕密組織就是一個不明顯的一個祕密組織 所以事實上也不能講說對或不對 祕密組織在某什麼樣 他是為了什麼 他可能真的有祕密 或可能真的沒有意義 但他就是為了後面要做的一些動靜 和某些動靜 去做一個潛水組織 對 弄得好的話 潛水一好後面都沒有什麼問題 弄得好的話 就前後一起來 就這樣子而已 但是他的一個很多的一個部分 他可以讓很多的一個點 很多的一個部分 他可以呈現 然後變質製作 也是一般人的一種比較 有時候 都很和諧 可是有時候 祕密組織存在的 開成的 他就是 我太前面了 我太聚取太行了 我沒有辦法跟大家平行 那我就很自己來 那是不是有可能就是一個 我們講的祕密組織的一個過程 有沒有可能 是有可能 所以等於是說 我們應該還是要這樣講 就是說 對很多的一個秘密來講 我覺得對很多的一個秘密來講 事實上 我們對很多的一個 一個 一種秘密 或很多的一個點來講 事實上要來解就是說 秘密組織來講 事實上 他所稱語跟參與的 我是覺得事上 所對應的一個點 我覺得事實上 如果說跟一般人 沒有什麼態度過 跟你沒有態度過 那秘密組織來 在裡面 可是你如果跟你有詳細的決定 比如說你現在常看到秘密組織的人 或你常接觸到秘密組織的人 就算沒有進一步的交際 但你接觸到 這會不會有一個交際的人 會不會有一點的 會不會有一個情況 所以一般的秘密組織 離你都很遙遠 所以你根本就不會這麼感覺 甚至不會有這種的情況 所以就是說 當你去理解 這個人可能是 因此裡面的人 你有沒有辦法去理解 你有沒有辦法去辦得住 有些可能是你自己的大紅波 有些可能是 你真的是 對方的大紅太高 你感覺不出來 有沒有可能 都有可能 真的是都有可能 秘密組織 我覺得他事實上應該 就是說他事實上是一個 是一種隱性的動員性的 一種快速反應不對 我覺得事實上 你如果硬要講可以這樣子 可是這樣的快速反應不對 並不是全部人都養得起 有些人是養得起 那樣的其實也 既然很快速反應不對 事實上 他後續在做很多事情 就會真的是 有點比較運籌的 缺在以前之外 所以等於是說 我們應該要這樣講 事實上很多的一個 很多人在講這種 命運組織 或什麼東西 有沒有 我們考到什麼問題 或怎麼樣 之類的 那命運組織 在不太干擾的情況去完成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核心的命運 對 任何一個很核心 我今天成立一個什麼 那我們今天沒有什麼目的 對那你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他打電腰也要給你 沒有錯 但如果改革改革 我們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 對 略多資源 那你的這個主持人 可能這樣法才能做出多資源 可是問題 這個跟你一開始成立的一個主持上 中法 中子 動機有沒有一樣 一般來說就是動機 如果一樣 然後就繼續看 那些發展 如果不一樣 那可能就這樣 對不對 也是表達了一個比例 所以等於是說 對很多的一個 主持好像很多的一個秘密來講 事實上 大家最care的還是兩個字 秘密 這個秘密我真不知道 這個秘密我想不想得到 就是這樣 大家講的就是這樣 如果是迷迷 我聽得懂 我那也沒什麼差 這個人就說 結果怎樣 那你覺得迷迷 那你覺得迷迷 老實講 他有可能吃 但如果換算是一般的那種 所謂的家長來 你假設做的一種 不管是家長 或是說 這個所謂的一個 競爭關係 或是怎樣 大家只會做 有希望 對 那當然他這個閱讀 秘密有可能是公開的 但是你這個核心性 你的最原始的 假設你也不知道 那你的迷迷 原則上 他就是一個問題 這個訊息 這個秘密 有沒有被保護 我覺得是很大的 這個我相信 這個我相信 實際上很多的 有所謂的 保護 不能自行的 一個主持的存在 這個是被 賦予一個制高群 你知道嗎 因為你超退了 那個 那個 所謂肉體反台的一個 情況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情況 這個實際上也是一個 那 所以就是說 很多的 秘密 或不秘密 沒有關係 你取決於個人 但是如果是說 秘密或不是秘密 的主持來講 在做很多事情 會更沒有那麼的違和感 所以事實上 秘密的主持來講 是讓命 的一個 進退之類上 就是說 很多的秘密主持 他有一個 情況走到的地方 他事實上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 但有可能 是一定會不像 是有沒有 是有可能的 所以等於說 應該來講 就是說 我們對很多的 秘密主持 的一個部分 我覺得事實上來說 他就是 他可能也是好 或可能不好 但是應該要看他 是一個動機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大的機會 就是說今天好比說 搞了一個萬人大遊戲 百萬四萬人大遊戲 沒有問題 對不對 但如果是說 假設是有什麼 異常的目的 或異常的動機 導致 約會的一個 受訴 那事實上就是 秘密主持的一個 第一代替的責任 所以等於說 老實講 真正難的 不是在於說 那個什麼 聚殺非常聚情 不是 而是 而是 你再次改動到 你有沒有辦法 能力去 真的去駕 比如說 我摸手可以了 然後找他去駕槍 那你一定要靠 硬力 可以幫我 靠你自己 所以事實上 我們要不要 就是說 事實上 在這個時間風格來講 事實上 我是覺得 不管車子怎樣 有什麼好便宜 就是說一般來講 願意對這個 什麼命運指示 去共錢 我覺得這是一個 蠻不簡單的一個事情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掰